鄭南榮的追詞會 是言論自由日 鄭南榮大家都知道 他強調的是100%的言論自由 所以當然我們蔡英文總統 就以言論自由為題了 他說這兩天傳出 中國想收購臉書粉絲專頁 或是金錢利用培養 特定主張的網路宣傳 台灣言論自由的邊界 正在被侵蝕 假訊息利用台灣的言論自由 侵蝕我們所擁有的自由 我不能接受 我想請教一下蔡總統 中國想收購臉書粉絲專頁 這是我們已經查證的結果 還是這只是一個網路傳聞 因為你自己都講是傳出 他是傳言 所以這到底是真的還假 如果他不是真的話 你現在就把他講出來 你是不是在散佈假新聞 同樣的我們的行政院長 蘇仁昌也說 中國組織網軍用錢收買 各階層的人製造假消息 就是要人民對政府產生誤解 以方便中國併吞 我覺得很簡單 蘇仁昌院長就直接 把證據拿出來 告訴我們中國大陸的網軍 到底收買了哪一些階層的人 如果都沒有這些證據的話 你自己是不是在散佈 甲新聞有個PTV的網友 秀出了一個來自 南農中心帳號的轉帳紀錄 質疑該單位涉嫌購買臉書粉專 我不知道南農中心 你買你的粉專要幹什麼 然後並稱該單位執行長 是前立委林國正 曾在韓國瑜競選時幫忙 林國正就跳出來痛批說 這個是道地惡劣的假新聞 而且他已經提高了 實際上花1千塊到3 5千塊 去買人家的粉專 第一個有人會賣嗎 第二個你有這麼廉價嗎 人家到底是不是因為根本瞧不起你 覺得你這個粉專很爛 所以我才說1千塊你要不要賣 是這樣的意思嗎 有一個人說 我才是真正的假新聞受害者 這人是誰 就是我們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說假新聞衝刺 一堆利用言論自由幹壞事 我剛好是假新聞的頭號受害者 如果自稱台派的媒體 也用假新聞攻擊假想政敵 卻沒被選擇 真是言論自由最大的諷刺 因為這就是有一些媒體 特定的媒體說 他是美國人非常厭惡他 所以他覺得說 我才是假新聞的受害者 當然有一些學生 好像現在發起了運動 叫抵制造成假新聞 全國學生大串聯 據說集合了台大政大學生會 將近50個學生會連數 拒看造成報導 抵制假新聞 我就覺得很奇怪 過去我們看到每一台 都有一些祥瑞或是奇怪的 這些新聞報導 我們都從來沒看到 這些學生抗議 可是現在中天一下子被NCE 用這種奇怪的理由開罰之後 現在這些學生就跳出來 而且如果你仔細去看 這50個學生會的話 你會發現他們來來去 很多那些人 其實看得出來就是那一群人 永遠都集合在一群那一群人 所以這難道不是某些特定團體 想要帶風向 想要散佈某一些可怕的訊息嗎 Freedom House就是自由之家 他公佈就是台灣是自由的國家 像那個中國 他只有11% 所以他是高度不自由的國家 由這個來看 而且還很多的資訊必須 要透過翻牆等等之類的 從過去蔡政府上任以來 其實面對到剛剛有談到 所謂的無差別攻擊 還真的是無差別攻擊 也就是很多的事件無端的被渲染 甚至比如說像近期陳菊 無端的被說 他什麼在高雄市長任內 貪了多少 這個也都無所本 所以陳菊秘書長 他也透過司法的途徑 透過司法很好 就跟這個南農中心的執行長一樣 對 所以這個言論自由的保障 就是我剛剛說的 我們是高度自由的國家 但是在法的限度內 我們還是要告訴大家 雖然你有言論自由 但是法律的保障就是 你不能去詆毀 你不能去誹謗 你也不能去做人身的攻擊 跟誣陷 其實這個都非常清楚 所以言論自由日 下午是大家團結在打假媽之下 其實那個畫面 其實非常的令人深刻 而且感動 為什麼 因為不分藍綠了 大家團結在打假媽之下 這個我們從昨天的畫面看到 其實每一個人 像盧秀燕市長 也站在總統旁邊 等等相關的什麼 蘇安全院長 全部都在接媽祖 其實那個畫面很令人感動 我要強調的是 台灣目前就是要走向這樣的一個 大家的團結目標共識是一致的 拒絕假資訊 假新聞 我要提一點 就是從這個畫面上可以看到 我想要講大假媽 光是昨天大假媽都可以被渲染 為什麼呢 既然有網友說蔡英文冒號 他就自己寫 他寫蔡英文冒號 9天8月的大假媽 人潮多 是國民黨動員的 這是假資訊 造謠 這種不可取 而且 你沒說之前我們都不知道這件事 但是 就做圖 這誰幹的 總統昨天並不是這樣說 我們就必須要拒絕假訊息 這個訊息大家看 蔡英文沒有講 蔡英文總統沒有講這句話 為什麼會被直接拿來說散播 請問你們知道這是誰散播的嗎 誰做的 誰散播的 因為網上有反串 有反反串 所以我要強調是 所以我們不要隨便亂傳播 網路上面的不信訊 包括這個可能也是在傳播 網路上不信訊一樣 現在網路的資訊很爆炸 很多的資訊 很多網友 當然可能想要站在哪一方 熱心或什麼的 或掺雜在總統大選的 這一場game裡面 遊戲裡面 但是還必須要注意 雖然言論只有保障 但是法的限度很清楚 大家要注意這一點 至少真的說得很好 所以我們才會在討論 就是這一則新聞 都還沒被證實是真是假的時候 總統已經在公開場合 為這則新聞背書了 看起來是這樣 這件事情會助長 這個新聞的持續的散播 因為所有的民進黨支持者 可能聽到蔡總統都這樣講了 他可能覺得這是真新聞 中國已經開始在 收購臉書粉絲專頁 但那件事情要等到 林國正的這個提告 最後才能水落石出 但是在這之前 我們的政治人物已經背書了 這不就是助長假新聞的傳播嗎 當蔡英文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很多人就以為 真的 信以為真 真的有這個事情 好像政府抓到了 不然的話 為什麼蔡英文總統會在一個公開場合 直接在譴責這件事情 可是問題是 到目前為止 請問一下國安單位 有沒有任何人說 比如說像國安局說 我們真的有掌控到一些證據 有中國的網軍來收買粉絲專頁 我們目前沒有看 中國政策戰略就入島入腦入心 我們針對這件事情 因為他講的是一個個案 你又在講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就是統戰 就比如說 你們對韓國也是這樣 因為大陸會對台灣統戰 所以這些訂單 通通是統戰訂單 這就是一個非常簡單 而且是一個 完全是丟紅帽子的一個邏輯 我要講就是說 我在這邊要提一下王浩宇 剛才越志豪越說 他不是完全能認同王浩宇 可是你要小心 因為事實上 在傳播這個新聞 這個的傳言 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王浩宇又來了 你現在還提他說什麼 說高雄就是撤銷800多家 事實上在前兩天 王浩宇也釋放出一個消息 他說因為他的粉磚 有人給他用什麼一個 他也說一塊錢 有人要買他的粉磚 對 而且說要用七位數 很多人想說 你真的會到那麼貴嗎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王浩宇在某一個程度 他前兩天 放出這樣的一個風聲 網路也開始在傳 結果我們到目前為止 事實上沒有一個人能夠證實 這個是來自於中國的網軍 到目前為止 我們有看到任何的證 我們目前只有一個就是說 就講到是轉帳的帳號 說他有個轉帳的帳號 可能是跟林國鎮有關係 林國鎮又曾經在韓國瑜的 競選總部幫過忙 然後七扯八扯 要把他扯到跟韓國瑜 要連接上去 所以林國鎮提告 是應該的 真的應該 我要講就是對我們來說 第一個 如果今天要統戰你 或者是說今天真的是拘心叵測 我不曉得那個中共網軍 如果真的有的話 他是不是豬隊友 用這麼高調的方式 而且告訴你 你一定要寫兩岸和平統一 你一定要寫什麼 我們是什麼內地來的等等之類 然後我要來買你的粉絲專頁 其實我覺得今天如果蔡英文 要打擊這件事情 要講這件事情 最好你請國安單位 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們 你今天掌握什麼樣的證據 比較重要 可是顯然他不要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這樣的方式 他覺得不必要 也不重要 因為只要透過蔡英文 去傳播這件事情的時候 在網路更能發酵 我說這個幾乎是3D的 有一個反韓的議員放出這個消息 然後接下來這個網路的網軍 就開始在傳遞這個消息 再接下來把它再拉高到 蔡英文也來 直接來釋放這個消息 這是不是一個完全立體的 超完美的一個文宣的組合 這個文宣的組合 有沒有這件事情 具體的證據在哪裡並不重要 它重要的是 就是要傳達一個訊息 就是現在蔡英文 本來他這次的 他的選舉的主軸 就是孔中 反中 而且中國在介入這場選舉 包含在去年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的一個主軸 到現在為止 他已經把韓國瑜 已經成為一個 他最主要的假想敵 現在不僅放這個訊息 而且這個訊息有意無意 而且慢慢直接去跟韓國瑜連接 現在你看到網路 就很多人就說 這個是中國在花錢 花大錢 在幫韓國瑜買粉絲專業 在幫韓國瑜買網軍 就是直接聯繫到韓國瑜 幹什麼呢 繼續的打韓 所以未來打韓 不只是陸委會 農委會 我相信國安局 國安單位搞不好都參殺一咖 其實他最主要問題 就是打韓跟卡韓嘛